吃飯的地方就是我剛剛剃頭的這個地方 剛剛在這邊剃頭 然後現在在這邊吃飯 一度真的 物盡其用 我被帶到另外一個小房間 還要在在手出之前先剃頭髮 我現在覺得我還是帶窄的羔羊 我們也沒什麼好戲 完全光到不行耶 要什麼熱蠟燭嗎 要... 鬆啊 我會去直髮的原因是有一天我跟我朋友在聊天 然後我朋友就很驚訝的叫了一聲 欸!你的髮際線怎麼越來越高啊 然後我就透過鏡頭看了一下 真的是... 變很高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好吧好吧我去直髮好了 然後我朋友就很鼓勵我 他說你去你去你去 然後第二天我就開始上網 Google在印度一些直髮的資料 好我有比較熟的朋友他們知道我要去直髮 他們的問題是 你怎麼選擇你覺得OK的診所 那我跟他們講 因為我在這裡人生地不熟 我也沒有什麼人可以推薦我 所以我就上網看一下這邊直髮的價格 然後找一個中間的價格的那一間 開始跟他聊天 如果跟他聊天我覺得他是積極的 然後講話是讓我 我就再跟他多聊一點 然後最後我就這樣子選擇了這一間 我現在要去的直髮的診所 我們今天就要去直髮了 心有點緊張但是還蠻期待的 我去直髮的那間診所 他們請跟他們配合的驗血單位 來我住的地方幫我抽血單位去驗 看我的血液是不是有無法凝固的現象 順便驗一下COVID-19 等一下那個人他就到了 我去下面把他帶上來 在印度這樣子的服務 既然可以到你直進的地方 像我就是來我住的地方 所以其實服務有時候說好 真的還蠻好的 這個人他已經走上來了 我本來要下去接他 可是security把他直接帶上來 真的嚇到我 平常有賄賂那個security是有差 然後總共是要3100多 所以還是還蠻便宜的 好喔 我要到晚上9點才會知道我檢驗的結果 希望明天執法一切順利 我現在要出門做執法手術了 俱進美人間再見囉 這裡就是我等一下要做執法的診所 進去大廳的時候就不能錄影跟拍照了 因為可能還會有其他的患者在裡面 我也忘記帶腳架 所以我不知道怎樣很好的記錄這一切 我只好看這辦法 現在還要再幫我照一些書籤的照片 我開始緊張了 看到那個針頭那些通信 我在剛開始諮詢的時候 他們是說手術大概4個小時 現在說要6個小時 所以我要從10點一直做到 10點吃到4點 甚至到5點 錢都付了 頭洗一半 沒帶到另外一個小房間 還要在手術之前先剃頭髮 我現在覺得我現在是帶宅的羔羊 當兵以來沒有這麼短過了 剃完了現在就在那個洗頭 但是就是把雜貓一些尖頭 洗掉 因為根本也沒什麼好洗 完全忘到不行 現在是11點 剃髮洗髮消毒都完成了 我要開始那個手術了 我們看我們結束 是 好,就要做他的鯉毛 然後要做一個小鯉毛 然後要做什麼 我現在的做什麼 要做什麼 手術進行了兩個鐘頭 現在是1點多 然后休息一下 要吃个午饭 等下再继续 吃饭的地方就是我刚刚剃头的这个地方 刚刚在这边剃头 然后现在在这边吃饭 印度真的 雾尽其用 我觉得来这边要习惯他们的各种的生活方式 跟处理事情的方式 但我现在来三个多月 我就还蛮习惯的 然后我现在吃午餐咯 等一下继续我的 尾巴扫典 进行到一半去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要继续我的尾巴扫典 Let's go 我做完手术了 整个过程大概五个钟头左右吧 蛮妙的体验欸 其实一开始打那个 那叫什么 一开始打止痛的时候 真的非常痛 欸 不是止痛 一开始那叫什么 麻醉 一开始打麻醉的时候非常痛 他就是这样 这样一边一直打 打就是打你的枕头 这样很多打麻醉 痛的程度就像是 你去看牙齿打麻醉 然后打在你头上 那个时候非常痛 之后就没感觉了 大家应该都有那种麻醉之后没感觉的 就像怎样都可以 后来他就开始在我后面拔我后面的毛 一根一根这样拔起来 你会感觉到像是 感觉很像自己是一头猪 然后在被拔猪毛 就是不会痛 但是有那种拉扯的感觉 跟拉扯的声音 蛮妙的 今天是术后第一天 这边已经都消下去了 昨天这边肿脏到 都已经这样突出来 昨天是脏 然后很脏 不会很痛 但是那种脏的感觉很不舒服 今天已经不会那么脏了 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点痛痛的感觉 因为这边都是 全部都是小伤口 但是是可以忍受的 今天是术后第二天 已经没有什么肿了 几乎都消了 只剩一点点 术的地方 开始有一点点痒痒的 后脑勺取法的地方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痛 然后睡觉很不舒服 睡觉的时候必须这样直的躺 不能测躺 所以有脊椎测弯的人 可能不能做止法 术后第四天非常的痒 这些地方开始结痂了 所以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非常的痒痒 那我根本睡不好 大概一个小时两个钟 就起来一次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诊所 他们会帮我把这个绷带拆掉 这几天因为有绷带的关系 不能洗头的 现在电风扇这样吹过来 有风 我自己会闻到那个头的臭味 很臭 非常的臭 很臭 非常的臭 因为后面那个跟伤口接触的地方 它现在撕起来有在把那个浴盒的机架撕开了 不,我要说了 螢幕 所以电风扇是不错的吗 对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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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因為它這個繃帶 Yeah it's okay 跟那個 它撕起來的時候 臉 OK 它一直打斷我腳 你看 就是撕起來的時候 因為它跟那個韓毛一起撕起來 所以不是傷口的痛 是像那個扯毛的痛 啊 OK 啊 那是扯毛的 啊 啊 喔 你是不是很難 它撕起來 就是把你的那個毛根 這樣子像那個 像什麼 熱蠟燭嗎 這樣 喔 送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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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拉的其實 真的是很難懂耶 但我就用猜的 什麼 輕熟的洗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之前櫃台那個英文比較 我聽得懂的 他已經跟我講過了 所以剛剛就隨便亂聽一下 直髮到現在剛好三個月 我植入的地方 看一下 已經長了很多寒毛 但是沒有很濃密 那醫生跟文獻報告都說 要六個月之後 會開始變得比較粗 九到十個月就會變得很自然 我平常都是習慣短頭髮 這三個月完全沒有整頭髮 我現在合法爆炸到一個不行 所以錄完了以後 我就要馬上去剪頭髮了 希望有一天我的頭髮可以變成 濃密 然後又爆炸又肚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 在印度執法的問題 比如說 價錢啊 環境啊 班機啊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到我的粉專 把資訊給我 我會給你更詳細的資料 印度執法真的比台灣便宜一半 我是崔老師 跟我一起探索印度有什麼問題 一直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 Namaste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